台湾景气到底好不好 国发会公布的10月份景气灯号分数下降5分 差点保不住绿灯 但外商银行认为台湾近三年GDP成长率保二有望 今年成长率将达到2.4% 18年跟19年分别是2.3%跟2.5% 不过问题还是出在国内产业投资慢了下来 前瞻性政策其实是对台湾经济会有一个积极的影响 但是呢这里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是看这个特别预算案能不能够按计划完全执行 除了政府要端出具体政策 台湾对于高科技产业过度集中也有隐忧 像是中国大陆高科技产值比重占总体的四成 南韩六成美国则占七成 而台湾高科技产值相较于总体占了八成之多 其他部门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可能会比较小一些 那么第二个担忧就是说产业过于集中的话 可能在中期会面临这个竞争的风险 专家提醒台湾现在产业高度集中在科技业 得维持尖端科技发展 扩散到AI物联网的发展才能确保竞争力 欢迎新闻科华明陈舒曼台北报道